就好像初戀的滋味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娃娃兒 歡迎收看炎炎夏日 夏日消暑特輯 Oh yeah 我的心丟了 來了 一直想講的心把它樂是怎樣 Oh yeah 我的心丟了來了 可以看到在我前方有四杯心丟了對不對 為什麼會挑選這四杯的心丟了呢 我要跟大家隆重的來介紹一下 在我的這邊兩杯 這兩杯是在六月份才登場 在右手邊 這一個非常的厲害 結合了台灣在地的食材 最後這一杯呢 也就是因為 現在夏天到了 水果最夯的是什麼 芒果 所以我就會挑選這四款 來跟大家做介紹 首先要為各位介紹第一款 這一款是什麼呢 看到它的顏色紅紅的 白白白的又綠綠的 紅配綠 不是紅綠燈喔 等等這杯怎麼突然就變了顏色 2000年以後 西瓜 我在背它的名字的時候呢 已經大概NG了600點了 Several bad puns later 它的名字叫做西瓜 Eventually 這一款呢 是西瓜 荔枝蘆桂 新冰了 光看呢 它的顏色就非常的亮 非常的消暑的顏色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來試喝看看 它整體的味道怎麼樣 因為很難想像西瓜 又加上蘆桂 還有一支耶 你剛喝下去的時候 你一入口 喝到的是西瓜的味道 接著呢 你會有吃到最底層 有一個蘆桂 酸酸甜甜的 有點超過我的想像耶 再幫大家喝第二口看看 我現在覺得 西瓜跟蘆桂 居然可以搭得起來 我蠻意外的耶 那這裡面呢 它除了有西瓜之外 還有奇亞子 我剛剛呢 在樓下 起碼看到 四個人 要點這杯耶 所以它其實銷售是非常好 鮮奶油裡面呢 是有荔枝風味的鮮奶油 我幫大家試喝看看鮮奶油的味道 哇 它鮮奶油真的讓我超驚訝 一般的鮮奶油是不是很甜 是吧 是 但是它的鮮奶油 是有一點荔枝風味的 所以整個水果解掉了它鮮奶油的甜膩 我覺得這一款真的 酸酸甜甜就好像 初戀的滋味 而且最下方的骨味又大加分 不過呢 它其實裡面說還有抹茶 我幫大家喝看看有沒有抹茶的味道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你要很細心的喝 只要會喝到淡淡抹茶的清香 大推我給它很高的噴數喔 棒棒 接下來要為各位分享的 這一款呢 大家看一下 裡面有看到嗎 有一個一顆一顆的 它的名字叫做 咖啡星球新冰樂 這一款呢 我剛剛在買的時候 店員跟我說 它呢 這個一顆一顆的 咖啡星球 喝起來會有爆 薑的感覺 等一下很期待喔 到底有多爆爆爆爆爆 那現在呢 我們就趕快來試喝一下 這個咖啡星球新冰樂 剛入口的感覺呢 有一點點甜膩 我幫大家先吃一下它的珍珠好了 我很期待不會爆薑 其實我覺得爆薑感 並沒有很明顯的 我覺得吃進去就是很像 有點像是 軟掉的咖啡凍的感覺 我再試喝第二口好了 不然我會覺得 變形欺騙我又小的心靈 其實大家知道嗎? 這個咖啡星球裡面就是咖啡圓 所以它的咖啡味是蠻重的 再喝一口 鮮奶油就是一般我們在星巴克喝到很常見的鮮奶油 整體喝起來感覺是口感比較偏甜膩的 如果喜歡喝甜的人呢非常的合適 我自己本身對於它的評價呢 是普普通通 個人不是我的菜 但是我覺得如果要嘗鮮的人是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是 台九號花生仙草新名樂 聽到了花生仙草 這兩個你們有吃過他們的搭配嗎? 我覺得個人是非常的好奇 到底花生跟仙草會有什麼樣的新滋味 所以我就特別選了這一款來試喝 現在我們來喝喝看吧 滿滿滿花生的感覺 有點讓我覺得好濃膩 Gavin跟我說這一款很特別是 特別選用台九號的花生 還有跟椰膜的花生粉 所以是非常的濃郁 花生的香氣真的很不錯 然後喝到底端呢 會有吃到仙草 仙草其實滿解禮的 花生我知道為什麼要跟仙草做搭配 因為他們的好朋友喔 花生那種比較heavy的感覺 完全解膩掉 剛入口的時候你會被它的濃度嚇到 我覺得哇真的是有重本在裡面喔 花生的香氣非常的十足 喝到底端仙草的口感非常好 那我接下來喝喝看它的奶油的部分 它的奶油也很特別喔 在它的奶油上方有 碎末 花生顆粒的碎末 整個香氣又更大大的提升耶 很不錯這一款 我這邊有個小事情要告訴大家 它是401 熱量最高的 所以呢 覺得自己很瘦的人 推薦給你喔 各位觀眾 我們來到了最後一款 黃黃黃黃黃黃 這是什麼呢 剛剛說到了 夏天最夯 最可愛的水果是 芒果 所以呢 這個叫做 雙果果之心冰了 雙果對不對 為什麼叫雙果 因為在這裡面呢 有芒果 有百香果 所以它叫做雙果 那我們現在就幫大家來試喝看看它的味道怎麼樣喔 就是 完全 百香果跟芒果味道 好像也沒有什麼好跟大家分享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再喝一次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呢就是 最後一杯錄製的 到現在呢 冰都融化了 喝起來呢 就是 芒果 芒果 百香果果汁 芒果 百香果果汁的味道 它的味道呢 是酸甜酸甜 也是 我覺得蠻搭配的啦 因為 芒果它的甜度比較高 百香果呢 是比較酸 所以兩個綜合起來呢 不會讓你感覺到過於的甜 雙果果汁的新冰樂 雙果果汁的新冰樂 新冰樂裡面 熱量最低 這個呢 是 安全不會出錯款 我覺得 大家可以來試喝看看囉 耶 以上就是 星巴克的新冰樂 夏日消暑特輯 讓大家可以自己的來 根據個人的口味 品嘗一波 那最後呢 請大家記得分享加訂閱唷 還要開啟小鈴鐺波 她又忘記說了 為什麼會挑戰 是因為呢 不是因為它取過 右手邊這一款 是結底樂 結合樂